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 我們再來看到 美國國會的眾議院長 這議長裴洛西到底為什麼 我們說硬要來台灣呢 因為的確聽到了很多聲音 引發了軒爛大波之後呢 當然也挑動了 拜登政府到底內部 他們有沒有分歧呢 是不是大家想的不一樣呢 自己搞分裂嗎 甚至美國的共和黨的聯邦參議員 葛萊姆他還說呢 我讚賞我支持裴洛西要出訪啊 但是呢他贊成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呢 拜登你不要因為中國反對 然後你就不敢去了 但是呢如果裴洛西真的來到台灣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美國官員的出訪 再度演變成在打抗中牌啊 中國的國防部新聞發言人 譚克菲就表示 如果美方 來我這邊擋住我走過來一點 一意孤行的話 中國的軍隊不會做事不管 已經講到軍隊了喔 而且他說呢 必將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挫敗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和台獨分裂圖謀 堅決要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台海戰爭感覺那個緊張氛圍 就因為裴洛西再次的升溫 到底美國安的是什麼心呢 華盛頓郵報啊也報導 他說呢如果裴洛西訪台 那美軍可能會有這個航艦 不知道是不是航母 或者是戰機護航有沒有可能呢 彭博社啊之前就猜 如果裴洛西啊 完全不理會中方的警告呢 硬是要來訪台灣的話 中方可能採取的措施 包含了會不會是有這個軍方的部分呢 更多的戰機進入台海上空 跨越台海中線 在台海附近進行導彈實驗 甚至是飛越台灣上空呢 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美國的盟友好不好 澳洲的官員怎麼看呢 澳洲的前總理他都認為了 裴洛西根本就不該來台灣啊 集庭他發表了一個聲明警告 他說沒有人會懷疑裴洛西的訪問 可能會變成軍事敵對行動 他說這種訪問前所未有 而且他說這個叫做愚蠢危險不必要 因為如果局勢判斷失誤 或者是美方沒處理好 那對於地區還有世界 尤其是台灣的安全 是不是都是災難性呢 甚至現在啊 就這個土耳其的媒體呢 他們有做了一些分析 這個觀察家呢 姆拉多魯他說呢 訪台是裴洛西 永遠不該跨越的紅線 那他到底能不能來台灣呢 這是中美在進行一場 叫做他形容啦 互等比賽就是呢 我看你你看我 誰先眨眼睛 同時他表示呢 裴洛西的辦公室呢 也不說清楚 到底他會不會來還是不會來 有沒有這個消息呢 倒是美國總統拜登 他當時候的回應 被大家猜想 的確有指示 因為呢他說 軍方認為現在不是個好主意 表示確實有這個規劃嘛 那從美國的媒體訊息來看呢 包含了拜登的國家安全啦 國防外交的這些高階的人士 其實好像都有在勸裴洛西 你不要去台灣 因為這個時間點很敏感 因為呢接下來我們繼續看 他說呢包含了前 之前來過台灣的 前美國的聯邦眾議院的議長 金瑞契 他是在1997年的時候訪台的 他說當時候呢 中國沒有太多的聲音 那分析人士說 現在的北京已經不是當年的北京 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了 現在的北京比25年更加的強大 所以對於裴洛西的訪台呢 勢必會做出很多激烈反應 而且他形容說 美國會不太習慣的反應喔 那再來呢中國大陸即將啊 8月份人民解放軍建軍週年 還有呢中國大陸的共產黨 要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要討論很多重大的決策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如何來回應裴洛西的出訪 讓大家很好奇喔 因為呢現在有個消息呢 裴洛西要來台灣應該會是在 習近平跟拜登通完電話之後 那有沒有可能真的是禮拜五要通話呢 目前一切的消息都很模糊 但是呢 他也指出啊 華府裡面其實有一些反中的 鷹派戰略家 他認為呢 如果有必要應該毫不猶豫的 挑釁中國耶 美國居然這樣講 他說挑釁中國耶 你要強化台灣的防禦能力 他說呢中國受到了挑釁 激烈的回應 有助於幫助美國提升軍費 甚至他還說威脅越大 那你這個增加國防預算的 容易度不就越高 那這樣子美方的算盤 是不是打台灣牌激怒北京 那兩岸的矛盾 想來取得美國的國防軍事預算呢 也有消息傳出啊 這個裴洛西訪台的時間點 可能是在拜登跟習近平通電話之後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詳細的說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在鷹派的部分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 胡錫進 他其實就發文 他講了不止一次了 他說解放軍呢 期待解放軍戰機 做一次了不起的半飛 如果裴洛西真的飛機來的話 陪著裴洛西的班機一起飛 甚至飛到台灣的上空去 開闢解放軍戰機在台灣上空巡航的偉大先例 字字句句就透露出了軍事反應 讓台海的危機更加的升溫 那美國到底安什麼心 硬要來嗎 如果擦槍走火的話 這個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 金融時報 他引用了知情人士的消息 他說呢 中方對裴洛西逆訪台這件事情 美國現在中國大陸呢 好像發出了跟以往不一樣 非常嚴厲的警告 然後呢 如果裴洛西成形的話 中方不排除會採取軍事回應的可能性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來不來台 以激起美中台緊張 預計週四進行的中美元首通話 台海問題勢必成為討論重點 這次通話也將是拜登上任後 與習近平第五次通話 不過裴洛西計畫訪台爭議持續延燒 傳出裴洛西以邀請兩黨人士隨行 就連自家人美國國安官員都擔心時機敏感 私下極力勸退裴洛西 白宮也迅速澄清表示即使裴洛西真的訪台 也不會改變美國多年來的政策方針 日本媒體則報導裴洛西亞洲行 還將造訪日本和新加坡 考慮在日本國會聽取追悼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演說 但大陸接連幾天炮火批評 大陸國防部26號在重話警告 稱裴洛西若出訪台灣 解放軍絕不會做事不管 中國美方一意孤行 中國軍隊絕不會做事不管 彭博社報導裴洛西訪台是否成行 還要等拜習通話後決定 紐約時報則認為華府擔心 北京對台灣採取行動 因此傾向裴洛西取消訪台 就在此時前美國總統川普大罵裴洛西是瘋子 罵了整整一分鐘 川普出席保守派活動炮轟裴洛西是瘋婆子 指控裴洛西的丈夫靠內幕消息 買股票賺了一億美元 顯然不論政治立場或外交問題 川普依舊把裴洛西當作政壇死對頭 記者中文報導 不過說到底呢 至少川普還跟這個習近平 有真的面對面坐下來談過 那拜登呢這幾次的談話 要嘛就是視訊通話 要嘛就是純電話而已 那美國總統拜登 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現在又傳出來了7月28號 第5度會通話嗎 這議題呢 會討論台灣或烏克蘭戰爭嗎 會不會談到取消川普時代 報復性的中國關稅呢 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發言人科比說 拜登還沒決定啦 這個關稅到底有沒有要先喊咖呢 但是科比有說 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那其實過去幾次這個習拜會 兩位領導人呢 實際上都沒有見到面 連於疫情的關係 採取這個線上會議的模式來進行 首次的會面呢 是在2021年拜登當時候剛上任 談了新疆台灣的議題 然後呢在9月的時候 又進行了談了90分鐘 當時候的美中關係已經很緊繃了 拜登當時候說呢 兩國沒有理由啦 因為競爭我們陷入衝突 美方也無意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 但是呢美方說歸說 最後做的是什麼呢 那習近平當時候也明白的表示 他說美國你們採取的一些對華政策 就是導致我們美中關係遭遇嚴重的困難 所以當時候的習近平就已經呼籲了 中美應該要推動兩國的關係 回到穩定發展的正軌 造福兩國的人民 好然後時間很快的 馬上又來到了11月 第三次的會談長達了三個小時 習近平說中美要互相的尊重 要合作共贏 要承擔起應盡的國際責任 那麼後來呢 習近平還告訴拜登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虛擬視訊的方式見面 雖然不如面對面交流 但是見到老朋友還是很開心 當時候的習近平有稱呼拜登 跟他打招呼說見到老朋友 那美國的政府的高官也告訴記者 其實啊中美談了這麼多次 這些峰會的目的呢 就是要確保兩國的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 這是會晤的重點 好第四次的通話的時候呢 哇這不得了了 這一次聊了兩個小時 但是聊什麼呢 俄物的情勢 然後也觸及了台灣的議題 當時候是3月18號 這已經是俄羅斯的軍事入侵 烏克蘭之後的通話了 但是當時候 拜登呢講得很硬 美國的立場 他們對俄羅斯要採取硬的姿態 像習近平還發出警告說 如果中國大陸對俄羅斯啊提供物資的支持 可能會面臨的一些後果 那當時習近平就有回應啦 烏克蘭的情勢至此也是大陸不願意看到的 現在傳出第五次要通話 但是這個時間點又很敏感 裴洛西又要來訪台 這不是等於踩到了北京的底線嗎 習近平會怎麼樣做出回應呢 關於台海的議題 再一次受到高度關注 確診新冠肺炎的美國總統拜登即將解除隔離 消息人士指出 他將在28號和習近平進行兩人第五次通話 不過缺切時間白宮拒絕回應 路透報導兩人將會討論台海局勢 而針對俄物戰爭 拜登可能會要求大陸減少購買俄國石油 並且配合制定俄國油價上限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表示 美中之間的經濟競爭將會是討論焦點 同時他也保守指出 外界關注的關稅議題 可能不再討論範圍中 同一時間彭博報導 中原議長裴洛西可能會在這通電話之後訪問台灣 我們的工作是要確保 她有資訊和資訊 所以她可以做到最好的決定 五角大廈和白宮官員已經向裴洛西 針對台海局勢做簡報 試圖說服她取消在高敏感時機訪問台灣 外媒分析除了裴洛西是總統繼任第二順位 最大的原因其實是 在中國有一個最大的政治議題 在中國的中國總統 習近平正在努力 正在努力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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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取消行程意味著向北京政府屈服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 予以堅決應對和反制 我們說到做到 我們正嚴陣以待 對於裴洛西訪台 大陸從消息傳出第一天 就多次發出警告 國防部26號也強硬表示 裴洛西訪台嚴重影響中美關係基礎 大陸軍隊絕對不會做事不管 記者劉嘉宇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緊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